哈喽 大家晚安 晚上好 无从去讨论 但是公社我有一点点的感受 可以跟大家分享 公社在表面的意思叫公共设施 但是他在权状上面的公社 就叫做共同持分 共同持分 他只限定在建壁底下的 就是这个大楼 大楼有盖房子的地方 有在建壁底下建壁率 建壁底下的这些走道啊 就只有在那里才叫做公社 建壁以外 比如说中庭花园 那就不叫公社 可是这些东西叫做公共设施 设施 这个可能没有定义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设施要不要钱 公社在法律上面的公社 这个叫做共同持分的部分 我们字面上字意上写的公共设施 公共设施是设施 只要facility facility就是只要有设施 有equipment 这种设施的设备的 全部都是公共 那都要钱 因为建商在盖这个的时候 他一定会 一定会跟你charge 一定会把中庭的费用 或者是什么这些费用 灌到公共设施 公社比里面去 所以我们先来聊一下 那公社为什么会存在 我问过 我带过很多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常常办巨巨趴 赏屋趴 我也跟很多人去看过房子 大家进去里面是看那个房子吗 房子到底有什么好看的 你们去看房子 你们是去看房子的吗 不是 你们是去看公社的 有人去看房子 那个房子就是空的 那有什么好看的 你顶多去看格局而已 跟那个地点也不用去看 地点你需要跟代销约吗 地点就在那个地方 比如说你今天要看这栋大楼 这栋大楼就在那个十字路口 你去看你自己也可以去看 可是你进到代销中心里面 你是去看什么 你是进去看那个房子里面怎么样吗 对啦 可能会看一下方位啦 然后看一下这个 前后是不是通风啊 格局是不是舒服 可能会看一下这个 但我跟你讲 70%的时间都在看公社 为什么这么在意公社 70%的时间都在看公社 代表你很在意公社吗 公社对你来讲很重要吗 不是吗 不然你花那么多时间 看公社什么 你们的大厅 是怎么样挑高几米的 然后有没有很漂亮的大灯 那个什么 水晶灯 或者是大厅 有没有沙发 或者是这个中庭 有没有花园 到顶楼 有没有空中花园 你去代销那边 不是就是看这些吗 不然你是去看什么 有什么好看的 室内评数你也知道啊 假设这个室内评数 2025平 总评数38平 假设是这样好了 你知道25平是多大 拿格局图来看一看就好了吗 你干嘛还要到现场去看 70%的时间去现场看 不是看房子本身里面怎么样 因为你根本还没住 你也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 你是去看公社 甚至在现场 代销就 你要不要像我们上次去 去看一个案子 他问你要不要顺便来泡个汤 让你先用用看 叫我们先去泡汤 叫我们先用用看 就是要让你体验一下 你没有能力拥有 比如说我今天要拥有一个花园 我家住彰化 我骨公啊 我旧公他们家是透天的一个别墅 前面一个中庭 他是退休人士 他才有能力 每天跟他老婆 跟我近薄两个人 在整理那片花园 我们没有 但是我们又想要有这样子的环境 怎么办 就只有公社啊 不然呢 这个有什么好在那边洛丽巴说 说公社怎么样 公社怎么样 公社是市场所决定 就是市场都想要这些设施 所以他决定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进去 如果大家都不喜欢游泳池 大家都不喜欢健身房 大家都不喜欢月染室 大厅做的跟以前的国宅一样 最好是像有没有公寓 那种状况最好 做那种的 就才会有人买 你觉得建商是吃饱太闲 他把农机拿来做公社干嘛 农机就多卖一户不是更好吗 他来做公社干嘛 今天又直播了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 少子化到底对经济 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 然后为什么以前的人 生意比较好做 其实有时候有些 有些事情它是有机可循的 这张图我看它的 还可以了 这张图是我的 我常常拿来跟大家分享 你看这个就知道 这个旁边都已经破掉泛黄了 就到其实这张是我用了好几年 我从2013年吧 只要有人问我未来 这个未来会怎么样 我就拿这个给他看 其实我也算是很早期 就开始研究出生潮 这个 下面是 你看这张纸都已经泛黄了 你就知道说 我多久以前就在讲少子化 这个是国泰不动产指数 上面这一个是 人口统计图 那我们把它放大来看 就是这样 这就是台湾的出生潮 台湾的出生潮 然后大概是 从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是比较平稳的时候 那时候是可能是平朝时代 然后这边往上走 这50年 就是日据时代 日据时代 它这个时间走 下面是时间走 日据时代 然后忽然之间 这边就起来 这就是战争结束以后 国民党撤退来台 然后因为带了很多军券 一起来台湾 因为人多就生得多 人多就生得多 所以就忽然之间 瞬间 从这个 这多少 24万多人 忽然跳到多少 跳到38万多人 从这里跳到这里38万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 大概1946到1964年之间 这一段叫做战后婴儿场 就台湾的人口红利 最长的时间 都每年几乎40几万人 然后在过了几年以后 大概在这里 我下面有写的 民国52年 民国52年的时候 人口开始往下走 然后一直到什么时候 又谈回去 到64年 大家知道为什么 64年又忽然之间 从35万多人 跳到43万人吗 35万 因为这边的人长大成人了 我们的父母亲长大成人了 开始适婚年龄要生小孩了 所以他们因为他们的人多 所以生的也就多 然后这条线是73年次 我是出生在70年次 73年次 所以一路就 从73年跌破40万 然后他平稳了一段时间 这一个年度一直往下走 这个是我女儿出生那一年 2010年 那这张图怎么看 这张图就是解释了 台湾两波人口 大成长的时间点 从1946到1964年 大概民国52 53年 这是所谓的战后婴儿潮 那什么叫回生潮 回生潮就是婴儿潮生的小孩 所以因为婴儿潮多 我们父母亲那一代 应该讲 我的父母亲那一代 人多 所以生出我们这一代人就多 所以以前 我小时候 我们每一个班级 都是50个人 40几个 50个人 非常的多 那现在我女儿的班 一个班都十几个人而已 所以差异非常大 而且每个班级 每个年级的班级数也变少 不只每一班人数变少 每个年级人数也变少 这差异在这里 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看好了 这个地方是1964年 就是民国52年到53年 1964年 他就开始往下走了 从43万多人 这张纸好软 42万多人在这里 42万多人 一下子跌到37万多人 也就是民国52年次 有42万多人出生 53年次 53年次 注意53年次 甚至37万多人 一年间跌了5万个出生 大家知道这个代表什么吗 这代表 53年次 52年次 53年次的小孩 大概在 他们8岁的时候 要入学 要念书的时候 要上小学的时候 他们7岁要上小学的时候 当天老师来点名的时候 准备就说 各位同学 我们来发制服了 制服 以前都有制服 长袖短袖的制服 然后长袖短袖的卡其服 长袖短袖的运动服 所以总共至少一个小朋友有6套 那一年差了5万个小朋友 有没有 一年差了5万个小朋友 代表说 一个小朋友少了6套 5万个小朋友就少了几套衣服 光是学校制服的需求量 就少了30万套 入学的那一天 就注定少了30万套 你说 那少30万套还好啊 没有 小孩子会长大 他这一生 光在小学少买的制服 你看 可能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用一套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又一套好了 所以30万套是乘以二 等于光一年 就少了60万套 的制服的需求 制服代表 乘一的需求会降低 乘一的需求降低 代表纺织的需求也降低 所以从父母亲那一代 在这之前 纺织非常好做 因为有这么大的一个需求 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往下走 他有大概走了 民国53年到64 65年的时候 大概有12年左右吧 人口是一路往下走的 所以也有一段时间是不景气 但是等到 我说的是某些产业不景气 但是等到 哎 有没有 从民国64年 65年忽然之间 吓 哎 吓死人了 35万多人 忽然之间成长到43万多人 可能那一年属龙吧 我也不知道 差一年多了8万人 8万人的概念就是 我这一年可能生产 这些数量 但是隔年忽然之间 多了8万个人需要 8万个人需要 就是你开学那一天 老师说各位同学 我们来量制服了 结果平白无故 多了8万个人跟你买制服 我8万人是什么概念 我刚刚讲嘛 制服是冬天夏天一套 然后卡其服冬天夏天一套 这样就四套了 再加运动服冬天夏天 再这样等于六套 多了8万人 就等于当天 就多了将近50万套的需求 他入学的当天 就多了50万套的需求 你去想 你工厂来得及应付吗 工厂绝对来不及应付 所以就赶快扩厂啊 加班 赶快增加 结果你以为 这样就结束了吗 没有老师说 到了中午老师说 各位同学 我们来吃便当啦 营养午餐 有没有 以前我们小时候 我那个年代 我们都用铁便当盒 铁便当盒 一个人一辈子 在小学那六年 换两个就好 换两个 多了8万人 等于多了16万个 铁便当盒的需求 16万个铁便当盒的需求 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需要很多的铁便当盒 工厂 开始加班 开始加班 64年跳到65年的时候 多了8万人 然后你想一下 65年次的小孩 他要念小学 是什么时候 65加7 大概7岁8岁左右 65加7 大概民国72年 73年 那时候是不是台湾 第二波的经济起飞 民国70年左右 人口忽然之间需求变多 工厂 什么都加班加点 结果到了下午 我讲的是 我们那一个事实在民国65年 入学的那一天 下午老师说 各位同学 我们来发课本 以前 国英数理立地公 不要讲了 参考书 只讲国英数理立地公 就好 参考书 自修 那些就不说 故事书 童话故事 那些就不说 只讲国立编译馆的那几本 算五本好了 算五本 上学期五本 应该不止五本 上学期五本 下学期五本 这样几本 这样一年就十本 所以多了八万人 就等于多了八十万本的需求 80万本 印刷厂做不完 然后造纸厂也做不完 生意多好 怎么这么快 怎么这么好 你有钱 以前我记得我爸妈他们说 以前工厂 你必须是拿现金去外面排队 拜托你把货卖给我 拜托你把货卖给我 有没有听过那段时间 那个叫美丽的时光 台湾最美丽的时光 拿着钱去工厂 你只要有产能 你生产出来东西就有人要 有没有听过那段时光 回去问一下你爸妈 那我接下来要讲的是一个悲惨的故事 这一年 民国 72、73年 72年次 73年次 生的小孩 还有40万左右 还有40万左右 到了我女儿 2010年出生的时候 只剩下16万多人 有没有看到这个数字 16万多人 从42万人 掉到16万人 这就差一个generation 差一个世代 42万到16万 差了26 差了26 差了26的意思 就刚刚一样的故事 早上去学校 我女儿上小学的那一天 跟Sylent哥 就他爸上小学的那一天 差异在哪 差异就是 我女儿上小学那一天 只剩16万多人 如果全数报道都没有发生意外的话 他们全数报道 跟我们那一年 全数报道 差异在哪 差了26万人 等于上小学第一天 老师说 各位同学我们来发制服 发制服 这个 一套 制服一套 制服一套 长的短袖 就两套了 卡其服长袖短袖 我讲都没有替换 就全部都是一套 算一套就好 长袖短袖各一套 然后卡其服长袖短袖各一套 然后体育服长袖短袖各一套 这样总共6套 没有替换 一般都是买两套 所以应该是12套 但是我就讲一套 6套就好 从我入学的第一天 跟我女儿入学第一天 差了26万人 26万 乘以6套衣服 等于差了156万套 你知道这样子有多少 纺织厂 乘以厂会倒掉吗 就需求少了156万套 就第一天就少了156万套 接下来 中午的时候老师说 各位同学 我们要吃营养午餐了 一样铁便当盒 假设他在小学这6年 只换过两个 少了26万人 就等于少了52万个 铁便当盒的需求 少了52万个 你是觉得这个工厂还活得下去吗 很多工厂 为什么现在这么难做 他就是没需求了 需求不见了 奇怪 我一样是这样在做 我的工厂一样是这样 为什么现在这么难做 其实不是这么难做 是需求不见 到了下午 下午老师说 各位朋友 各位小朋友 各位同学 我们来发课本了 不管自修参考书 课外读物 那些有的没的都不管 就只关心国立编译馆 那几本国语数学 国语数学 社会自然 生活伦理 五本就好 健康教育什么都不算 就五本 入学小学 一年级的第一天 那五本 上学期五本 下学期也五本 总共十本 少了26万个小朋友 就等于少了260万本 260万本 有多少印刷厂会倒掉 有多少造职厂 生意会不好受影响 有多少人会失业 就只是一个generation 一个世代 从这里调到这里 差了16万多人 我那个年代 我那个年代 大家出生的人口 大概都4243万人 42万43万人 现在只剩 我女儿出生那一年 只剩16万多人 等于几乎等于 三分之一的人口 你觉得这样子不恐怖吗 三分之一的人口就是 需求忽然瞬间 有三分之二消失了 同样的东西 消失了 不见了 你说奇怪 生意怎么越来越难做 因为有三分之二的需求 不见了 不见了 所以 你看现在 我女儿现在已经小学五年级了 其实从她那一年开始 几乎每一年都几乎持续在 十几二十万 十几万 十几万上下 跟我们那时候 大概几乎只有一半以下 只剩三分之一到一半 今年听说更惨 需求变少 需求变少会引发什么效应 就是不景气 不景气 这个就是现在我们遇到的问题 少子化遇到的问题 非常大 所以大家 不知道有没有feel 现在大家就是在分享说 子化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 人口只剩三分之一 所以假设再过二十年 我女儿或我儿子 再过二十年长大 就是出社会 他们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要来养我们这一群不会死的老人 现在再来看一下 这一群人 他再过二十年以后 就要来养这一群人了 这一群人才这些 一直在这边震荡 等于这一群人 有没有学过积分 积分就把这些面积积起来 这一群人要来养这一群退休的老人 就我们 压力大不大 非常大 怎么可能会不大 先不管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不管我们现在的经济状况 到底好或不好 就是未来这些小朋友 我儿子跟我女儿 必须面对的问题非常多 因为他们要支撑这个国家 你说不会啊 我都已经帮他规划好了 我有赚很多钱 我已经帮我小孩规划好了 但是我讲的是整体 就是这国家需要下一代的人来支撑 不然谁来缴税 谁来缴税 没人缴税 那谁来铺桥赵路 什么都没有 那怎么办 是不是 有没有忽然觉得 非常沉重的一个主题 我刚刚讲的是少子话 刚刚讲少子话带来的一些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继续拿这张纸 光是这张纸 就可以预测很多的事件的发生 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 这里 忽然之间弹上来 忽然之间弹上来 这里是从25 24万多跳到多少 跳到38万 24万跳到38万 代表忽然跳起来的 差了14万个 多了14万人 那这14万人就大概民国三十几年的时候 民国三十几年的小孩 他长大了 他长大大概是民国35年 他大概30岁左右好了 他30岁左右是35年 他30岁大概是民国65年 民国65年 那时候就是台湾经济开始起飞的时候 有没有印象 台湾怎么忽然在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 忽然就起来 因为这一群人正直壮年 开始要替国家 卖命了 他们40岁的时候 就是大概民国70几年的时候 台湾的整个消费市场又起来 他们50岁的时候 大概民国80几年的时候 他们需要什么 那个时候就是最多了 那他们现在需要什么 他们现在都老了 老化了 老了 所以现在的医疗 保健 非常盛行 因为人非常多 医疗保健 所以为什么长庚一直盖医院 你现在只要投入医疗的产业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悬念 不需要选志愿 直接就选医疗 因为未来台湾的老化 这么严重 从这个地方开始 你去看这一群最有钱 然后人最多的人 最多的人现在几岁 就知道需求在哪里 就知道要做什么生意了 要做什么生意 所以你们觉得 为什么20年前30几年前 我们父母亲那一代 生意这么好做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那边 那时候的需要这些东西的人口多 那你要想 现在也许你现在做的生意 你现在做的产业生意还不错 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的需求是谁 假设现在你卖的TA 就是你的目标客群 是现在大概20几岁 30岁左右的需求 那你要知道你可能撑不到几年 你的产业就往下滑 还是这一张 有没有看到这边 你如果现在是在做 现在20几岁 30岁左右的人的需求 他在这里好像还不错 可是很快瞬间就会往下走了 你就会慢慢的发现说奇怪 我一样这样做 为什么生意会越来越难做 越来越不好 因为这些人慢慢长大了 他长大了 他怎么还会需要那些东西 不是说他长的他老了他怎么还需要你的这些东西 了解我意思吗 现在的大部分主流的需求 就是以这种消费性产品的需求 是集中在这一块 这一块 那现在如果你做的生意是只有后面这些 大概就七年级吧 七年七年尾吧 八年级出这边 你看他们现在几岁 如果你的东西是那些什么热射食物 手摇引 然后什么 有的没的不健康的 现在我跟大家讲 你现在觉得你的生意还可以 你只会越来越难做 因为曲线已经告诉了我们 未来的结果 是这个样子 会走一段大空头 大空头 所以知道自己要选什么产业了吧 好不好 这个大家要一起面对的未来险峻的环境 大家一起来想一下 自己的未来可以怎么规划 老人化是一个未来无可避免的一个结果 我们不要说未来的趋势 不是趋势 是结果 这已经是注定了 因为你没办法再回到20年前 然后叫你的谁谁谁赶快省多省几个 没办法 因为已经注定了 数据已经既定的事实 那你现在能做的事情是什么 好 我跟大家讲 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 第一个 做对产业 你要把原本的产业 产业链 大起盘 你不能再去做那些 需要劳力 需要很大的这种劳动力 因为老人化 就代表生产力下降 当然生产力不见得是劳动力 但是就是 如果你做的是那种很传统的制造业 那你在未来可能会越来越难招工 在移民政策没有改变之前 会越来越难招工 你找不到人就没有人生产了 那怎么办 这是第一个 转换你的产业 你现在看你的产业是什么 第二个 第二个 增加你产业的附加价值 其实如果人口只剩三分之一 那我就把我的产值提高三倍 比如说我现在做的东西 单位的价值只有10块钱 那我就不要做10块钱的东西 我去想办法做30块的东西 台湾的产业必须转型 其实人口变少 不见得是活不下去 你看有一些北欧的国家 或瑞士这种国家 为什么他们能够这么富有呢 原因就是他们做的东西 是高附加价值 所以不要再用什么 台湾的路纲上出名 轻轻人分 不要再念这种顺口溜 因为少子话已经来临了 你还继续用劳 双手 我们要开始用智慧 用我们的经验 去赚外国人的钱 因为现在的时代 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你还想用双手赚钱 赶快去思考 我们政府为什么 一直这几年 一直积极的不断的转型 我们要增加我们的附加价值 我们看半导体 你看半导体就知道 它是一个 投入门槛非常高的一个产业 我们要让外国人 没办法竞争 以前我们的产业 可能利润可能就 5% 10% 甚至有毛三道士 毛利只有3%到4%的 甚至有一些代工业 只有一% 2% 那台积电呢 50% 60% 这种产业越多 台湾就 5% pass 没问题 但是假设 没有转型 我跟你讲 大家之后就 思考一下 可以怎么样 那人口是可以流动的 你不一定要在这里 不一定要在这里生活 说真的 你如果说觉得 你那个区域 都是一些 落日黄昏的一些产业 拜托 台湾很小 你移到可以有发展的地方去 也OK的 好不好 这是 第二个就是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 第三个就是 往老人化的趋势去进行 往老人化 我们刚刚就讲 未来的消费主力在这里 就算他们都老了 都走了 还有这一群回生潮 就是我这个时代的人 就是我 我大概 我现在已经40岁了 我大概还会在台湾活40年 假设没意外的话 我还会在这里活40年 也就是说 我还会在这个土地上面 消费40年 不要再去做 小孩子的生意了 假设你现在去做小孩子的生意 或现在年轻人需要的生意 年轻 我说年轻人 一些垃圾食物 那些很甜的东西 你未来会越来越难做 也许你现在生意还不错 比如说 这个洗车的 我随便点名 就是你想想象一下 年轻人 这种二三十岁 现在的人都在搞什么 都在花什么钱 洗车 手机包膜 但到我这年纪 我更不care这些东西 所以也就是说 假设这一群人 这一群人 年纪越来越大 再过五年 换这一群人 变成消费主力的时候 他就一路往下走 大家如果 现在听完我讲完这一个 其实还有机会去转变 因为台湾最近的经济 真的还不错 你还有余力 去做下一步的规划 好好的规划 下一个二十年 你在哪里 不要让自己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像当年那些国道的收费员 他明明知道 他们被淘汰是 势在必行的 早就知道了 国道电子化 那个多久以前就规定 规划的事情 可是当闸门一个一个 弄上去的时候 他还是持续在那里 他觉得政府怎么可能资钱我 我就是 我是公务员 政府怎么可能资钱我 等到全部 都拿掉了 不需要国道收费员的时候 他们最终只有一条路可以做 就是抗议 抗议 我觉得我们要这样子吗 你抗议有什么用呢 你最后还不是一样被 因为在整个社会的洪流里面 你们都只是少数 没有多数人会为了少数去牺牲的 没有这种事情 这社会永远都是大 反正就是少数服从多数 一定都是这个样子 可能是多数人去服从少数 又不是共产主义 或者是封建主义 这社会大部分是这个样 所以不要以为你出来抗议 就可以解决问题 抗议没有效的 抗议无效 有听过吗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大概就是这样